华盛顿消息 国务卿布林肯昨天指出 美国试图强化对中国的沟通管道 以避免两大强权发生冲突 他表示乌克兰收复失土的任务将非常艰难 并预测战争还会持续数个月 布林肯在昨天播出的访问中 向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持人扎卡利亚表示 对中国的关系 我们正致力于保持某种稳定 确保我们所处的竞争态势不会转向冲突 他强调冲突不会符合我们 他们或其他任何人的利益 布林肯上个月对中国进行了广受瞩目的访问 成为五年来首位到访中国的美国国务卿 同时也是拜登总统就任以来 访问北京的最高阶美国官员 在北京与中国高阶官员会商多日后 布林肯表示 在把关系拉回正轨方面已经取得进展 在被问到美国是否应该解除对李尚福的制裁 以缓解紧张时 布林肯表示 相关制裁不会妨碍他与我们接触 或是我们与他接触 在乌克兰议题上 布林肯表示 就俄罗斯和总统普廷想要达成的目标而言 俄罗斯已经输掉这场战争 他承认乌克兰收复师徒的任务 将会是一场非常艰难的战斗 并且预测这场已经打了超过500天的战争 还会持续数个月 华盛顿消息 美国警方说 据首都华盛顿仅十多公里的马里兰州银泉市 上周六发生一起持刀袭击事件 四人受伤 嫌疑人被警察击毙 蒙哥马利县警察局副局长弗兰克通报 警方当天上午10点35分左右 接到第一通报警电话 称有人在一家旧货店持刀伤人 几分钟后 又有人报警说 附近街区有人行凶 弗兰克说 那名男性嫌疑人行凶后逃到一片林地 后来走出来 与一辆警车上的警察对峙 增援的警察赶到后 将他当场击毙 弗兰克说 嫌疑人使用一把长约30厘米的刀行凶 暂不清楚他的作案动机 但现有迹象显示 这是一起随机作案 嫌疑人并不认识受害者 四名受害者包括三女一男 其中三人送医治疗 伤情没有危及生命 首尔消息 美国洛杉矶级核动力潜艇安纳波利斯号 今天停靠韩国冀州岛海军基地 据韩联社报道 韩国海军当天表示 安纳波利斯号24日上午停靠冀州岛海军基地 在执行任务过程中装载补给物资 安纳波利斯号主要执行反舰反潜作战任务 排水量约6000吨 可搭载130多名官兵 这距离7月18日至21日 停靠釜山作战基地的美国俄亥俄级战略核潜艇 肯塔基号是离韩国仅三天 与肯塔基号不同 安纳波利斯号不搭载核武器 伦敦消息 彭博社报道 在中国外交部长秦刚消失近一个月后 英国外交大臣科维利暂缓原定本月 前往中国的访问行程 彭博社援引两位知情人士的话报道 中国外交部长秦刚缺席 是科维利暂缓形成的主要原因 科维利原定将于本月底前往中国访问 彭博社报道 两国正在讨论其他的访问日期 自6月25日会见斯里兰卡 俄罗斯和越南官员后 秦刚一直没有在公开场合露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曾在7月11日对记者说 秦刚因健康原因不能出席在印尼举行的东协外长会议 不过这一表述后来在文字稿中被删除 对观看 yr优独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